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乎 10月最讓人期待的遊戲 《超級瑪利歐兄弟驚奇》 終於推出了 《連天堂招牌IP瑪利歐睽違了很久的2D版本》 終於推出了新作 這次的遊戲在系統上做了很多不同的變化 一些系統上的整理 我有在之前的資訊整理影片分享給大家 而在遊戲推出之後 我也在第一時間就開始玩囉 今天的影片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實際體驗之後的一點初體驗心得 希望對於還在猶豫的玩家有所幫助 《超級瑪利歐兄弟驚奇》 實際玩下來之後我絕對對得起它驚奇這個名稱 我目前第一世界全收集要素完成 已經玩到第二世界的開頭了 到目前為止遊戲的內容帶給我的都還是滿滿的驚奇 我們就先從遊戲的系統變化開始聊起 由於這次的遊戲當中 任天堂加入了比較多的變化 實際上這些變化都很影響整體的遊戲節奏 在之前只有看預告的時候 我當時以為玩起來的感受會有很大的落差 但任天堂很厲害的保留了原本的節奏 但卻硬是讓玩家玩出了新鮮感 首先第一點系統變化 消失的時間限制 以往的2D瑪利歐當中 每個關卡都會有300秒的時間限制 時間到了沒有到終點也會失敗 而這次的驚奇取消了這個系統 時間系統的存在最直接影響的 就是會不會讓玩家感到緊迫 因為緊迫性我們在探索的時候 會不敢浪費太多的時間嘗試 即使時間實際上真的足夠 但是那個倒數的存在還是會給玩家壓力 以任天堂本家的遊戲來說 要戲的遊戲就拉掉了時間的限制 在玩的時候我就會更放心的 去探索任天堂所設計出來的世界 這次的版本同樣也因為沒有時間 我自己就更願意花時間好好的探索 第二個系統變化就是這次的徽章系統了 不同的徽章帶給瑪利歐不同的能力 徽章的獲得是根據遊戲的進度 慢慢給玩家 雖然有些關卡明顯會對應特定的徽章 但實際上即使你不使用 也依然還是有辦法可以通關 原本在預告的時候 我知道徽章是可以更換的 當時我參考了日本製作人的訪談影片 以為在關卡中可以更換徽章 實際遊玩之後 徽章可以更換的時間點有幾個 第一個是入場的時候可以更換 第二個是在關卡中死亡的時候可以更換 也就是說如果你已經有拿到一些東西了 並且來到了中間的存檔點 這個時候死亡是可以更換徽章 從中間點繼續的 這樣的設計相當厲害 如果中途可以更換 對遊戲的節奏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這裡選擇的死亡更換 讓玩家有了後續調整的機會 但又能確保關卡的流暢不會影響 相當不錯 第三個影響節奏的系統變化 是更多的收集要素 以往根據不同的版本會有不同的收集要素 主要都是以三個金幣為主 這次的版本比較貼近3D的版本 在同一個關卡當中有三大要素 金幣、種子、旗幟最高點 當全部都收集完成的時候 地圖的關卡資訊上可以看到一個勾勾 比較多的收集要素 也會讓玩家有更高的意願 探索的更詳細 這也影響了整體的遊戲節奏 但即使在這些新系統加入的情況之下 遊戲整體卻還是保留了濃厚的馬力歐風格 任天堂在嘗試新東西的同時 做到了相當優秀的融合喔 而這個融合之所以能夠這麼成功 我想還是要歸功於這次的關卡設計 超級馬力歐兄弟驚奇 這次在關卡的設計上也加入了全新的要素 驚奇花 這朵花在碰到之後 整個遊戲的世界會進入到另外一個狀態當中 這次任天堂在關卡的設計上 非常優秀的利用了這個驚奇花 以往2D的馬力歐遇到的問題之一 就是關卡的遊戲體驗感受接近 連續破完下一代推出 即使有新的能力 但類似的感受還是過於強烈 這也是這個系列的遊戲在推出上的一大難題 而驚奇花做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它切割了關卡 前面一樣可以正常的體驗到 馬力歐的經典玩法 當玩到了一定的進度的時候 就會在關卡當中發現驚奇花 碰到之後世界會有大變化 每一個變化也同時會造成玩法上的變化 舉例來說 預告中有出現的 一整群出現的牛 當我們讓角色跳到牛群上的時候 原本固定的地板 我們控制角色移動 牛的出現讓感受上變成了關卡在移動 反向的思考造就了體驗上的新鮮 又或是原本以橫向為主的移動 利用大量的泡泡變成直向 有水的地方跟沒有水的地方位置交換等等 這些設定本身不符合 馬力歐原本世界的物理設計 但驚奇花的出現就造就了可能性 也完美的解決了關卡體驗上的豐富度問題 不過任天堂做的當然還不是只有這樣 當你在關卡中已經習慣了後段會有驚奇花的節奏 任天堂做出的選擇是 第一個 讓你找不到驚奇花 那種突然之間沒有驚奇花的怪異感 會讓玩家對於自己的探索感到疾一 並且當找到的瞬間會獲得滿滿的成就感 第二個是讓你不能吃驚奇花 即使你看到了驚奇花 但在有些關卡當中 需要刻意不吃來拿到其他的收集要素 這兩點的變化性都讓遊戲整體的節奏 持續保持著新鮮感 我也很好奇這份新鮮感會延續到什麼時候 這點等我過一陣子全破全要素的時候 再來分享給大家 關卡的變化性當然還不是只有如此 這次還有兩個我覺得相當不錯的設計 第一個就是利用了前景與後景 如果是有玩過要希的手工世界的玩家 那款遊戲中的要希是可以跟背景的物件互動的 這次的超級瑪利歐兄弟驚奇 在部分的關卡中也加入了前後的位移 我們的角色會跑到原本平面的平行平面上 在後景中我們會變小 在前景中我們會變大 這種距離感讓平面的2D遊戲顯得不那麼2D 第二個關卡設計是打破了掉落等於死亡的絕對因果 這次的關卡有很多地方都在原本的平面上設計了地下 以往看到水管會想要往下鑽 現在有些地方看到地洞也會忍不住想要嘗試往下跳 當然比起水管往下跳的代價是真的比較高 也因為有了更豐富的關卡設計 拿掉時間有了徽章能力 都讓遊戲玩起來的節奏相當特別 而還有一個改變遊戲氛圍的系統 那就是鮮料花花 鮮料花花絕對是這款遊戲當中的點睛之筆 以往的瑪利歐之所以有時間限制 多少也是為了讓玩家停留在同一個關卡的時間少一點 讓玩家不會感到厭煩喔 這次的遊戲實際上加入了更多的要素 雖然沒有真的把關卡長度變長 但是因為可能會要回頭探索 在同一框花費的時間反而可能會變高 而鮮料花花的存在就是 每當我們發現一點什麼的時候 他們就會出現在那裡 並且跟玩家說話 每朵花說的內容都會有所不同 我甚至會為了沒有聽到的鮮料花花 選擇重複完已經破完的關卡 他們在遊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氛圍控制者 讓玩家的探索充滿更多的趣味性 而這次的動作模組跟表情的設計上 也很好地跟閒聊花花做出了搭配 動作模組絕對是這次遊戲的一大驚喜 例如折返跑的時候 瑪利歐有了煞車火焰的動畫 加速進入到跑步的瞬間 人物身上會出現瞬間的速度線 進入水管之後 帽子有可能會噴飛 瑪利歐會伸手出來抓 從水管出來不再是直接衝出來 而是會先探頭看看外面的世界怎樣才出來 而每個動作也都會有不同的表情 這些動作與表情真的不得不讓人佩服任天堂 在一款2D橫向的遊戲當中 能夠有如此生動的演繹 某種意義上來說 任天堂又再次突破了2D遊戲在模組設計上的可能性 而這些設計也讓玩家在需要重複遊玩的時候 之後不會感到那麼不舒服 就如同前面所說 有些關卡可能會遇到不能拿驚奇花的收藏物品 這個時候同一個關卡就會需要玩到兩次 重複玩對於一些玩家來說 可能是一件相當厭煩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任天堂在這點上是設計得非常優秀的 首先我自己的體感上 如果我們只是單純的要快速往終點衝刺 那麼這次的關卡長度比以往的來的短 因為大量的內容藏在地圖上的其他地方 完美的呈現了任天堂的功力 主地圖的簡短設計 讓玩家在直衝終點的重複上 不會花上太多時間 至少我目前沒有任何需要重複 而感到煩躁的情緒出現 對於好奇這款遊戲的玩家來說 比較大的問題應該是 這款遊戲的難度會不會太難 這個問題我們可能要分成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是你想要過關就好 那麼遊戲本身的難度真的不會太難 遊戲本身對於過關的操作要求並沒有很高 這次還有要西這種簡單模式的角色存在 基本上都會有不錯的遊戲體驗 但如果你的目標是想要收集全部的要素 那麼這款遊戲它有一定的難度存在 這次的版本相較於以往的版本來說 它很友善的在每個關卡上面 設計了難度的星星數 玩家在看到星星的時候 心裡就可以預期關卡的難度是多少 如果是想要通關就好的玩家 這次沒有要求玩家要照順序玩喔 有些比較難的關卡其實都可以選擇跳過 即使跳過了依然可以玩到結局 對於有操作困擾的玩家來說 我覺得這是相當不錯的設計 相較於之前的版本來說 這次的遊戲在多人遊戲的設計上 除了有單機多人之外 這次還有線上模式 線上模式的時候 玩家彼此之間不會互相干擾 但死掉的時候可以靠別人拯救 另外也可以看到別人有點類似透明的人物 這兩點設計喔 我原本沒有想通它的用途 直到我實際遇到了 我有一關就是差點過不了 在終點靠了連線的玩家拯救 才順利拿到全部的收藏要素 另外還有一關 我完全找不到通關的最後一個硬幣 剛好連線在同一關的玩家非常友善 它不斷的在我面前跳來跳去 告訴我到底要怎麼做 讓我順利的找到答案 這個線上模式絕對是一大福音 比起上網找攻略 這個線上模式還真的就是最大的攻略 也是這次版本中我最喜歡的系統之一 玩到目前為止 我對這款遊戲的滿意程度絕對是滿分 滿滿的驚喜與新鮮感 人員堂再次展現出了他們的步凡喔 如果問我這次會不會推薦 以往我會根據玩家的類型來推薦 但這款2D嘛沒有3D運的問題 我還真的是覺得所有的玩家都很適合嘗試看看 我也會繼續破下去 等全破加上100%收集 再來分享心得給大家 那以上就是這次超級馬六兄弟驚奇 初體驗的一點心得分享 希望對於很好奇但還在考慮的玩家有一點幫助 不曉得大家有買這款遊戲的嗎? 你們覺得好玩嗎?歡迎留言分享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乎 祝各位遊戲愉快 我看看 你們好玩家 在這段影片 我真的會來看